移民去波士顿之前 中二的时候都给学校开锤 十八岁岁就做了警察 尤其是邓冬菇 下班来做奔装 自己入职辞职 去做一些外围的赌博 我女儿回来问我 我是说不出给她听我是做什么职业 移民之后 学做策略 有天使来叫我读书 胖了差不多了 十六次 有很奇妙的安排 如果我拒绝这个天使 我十七次都未必合格 明天使 波士顿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有多个地方都具历史性 这段路上面有由红砖铺成的路线 沿着红砖步行 你便可以去到波士顿多个历史地标 其中包括在十七世纪建成 全美国第一间公立学校 波士顿拉丁学校 和为了纪念十八世纪美国独立革命 第一场战役的邦克山纪念碑 这条长四千公尺 贯穿多条街道 将十六个历史地标 连结一起的路径 就是著名的自由之路 The Freedom Trail 自由之路见证着波士顿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历史进程 同样黄树船、Jackie的人生都走过不同阶段 曾经在香港从事警务工作和地产经纪的她 在2010年移民到波士顿 和当时已经在波士顿留学的女儿团聚 我来到的时候就正式叫单亲爸爸 跟我女儿两个相处 我们找到地方住 我也要照顾她起居饮食 take care她生活 我又要兼顾我要立刻埋位找工作做 因为我英文也不是那么足够 以前这里一做事最快就是餐馆 于是很快就看报纸 学做炒锅 很感恩 我结果在一家泰国餐馆也做到炒锅 每天都做12个小时 连交通13、14个小时 那时候上班是乘坐地铁和巴士的 单程大概一个小时 回到来很晚了 一个星期放一日假 维持了六年时间 一直坚持 希望女儿读到书 不要学坏 书船很害怕女儿学坏 因为她曾经误入歧途 在香港出生的书船 自小就和哥哥姐姐回教会 可惜在中学的时候 她认识了一班选友 在其他屋邨认识了一些不良分子 当然以前11岁左右就已经开始了 不想再读书了 常常都骗着爸爸妈妈偷偷吃烟 还记得以前11、12岁已经可以去马会找人买马 到中二的时候 开始越来越没有再读书的兴趣 也跟着朋友 当然经常都流利朗档 结果都导致路自己 在中二的时候都被学校开锤 踢了出客 当然都是继续向着学坏 都是夜夜晚去浮沫 年轻也是这样的 幸好我姐夫和大哥做警察 她在我十五岁当年 就带了我去申请 以前香港有一家叫警察少年训练学校 十五岁半真的可以投考到 进去做少警 十个月左右就毕业了 转了进去黄竹坑警察训练学校 很开心 爸爸妈妈见到18岁左右就做了警察 几年之后 树船由初级警员进升为刑事偵袭探员 但没多久 她的不良嗜好最终影响工作 除了班工就多数都去夜生活 喝酒吃烟 放工之后就是要到前 下午又去麻酌馆打麻酌 去倒马 如果那天没马倒 就去澳门 去澳门就去赌场赌钱 完全不觉得有问题 因为觉得自己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走这条路就是这样的 还有跟自己说我们做警察 有时要减压是这样的 有很多藉口给自己的 后来就注手到一些部门 比较敏感一点 结果就在反黑组里面 被当时内部调查 以为我们是跟不良分子来往 警察部有内部指引 如果是的话 就可以再做CID了 由CID由邓冬菇 下来做军装 当时年少气旺 只有二十多岁 如果你下来就像世界末日那样 我以为差不多做了十年警察 就开始自己入旨 辞职 辞职之后 树船要面对一连串转变 首先是结婚 然后女儿出世 一年之后跟太太分居 从那个时候开始 树船就生活在黑暗里面 后来都决定 试下出来社会 看看有什么容易赚钱的方法 在那段日子 都走进了一个黑暗的社会生活 去做一些外围的赌波 外围的赌马 甚至有开一些地下的赌档 有时会有赚到钱 有时会很快就没了钱 令到那个生活 发觉完全走不出来的圈子 那时候的心态 是找招不得眼 亦都是上落很大 那个心态 就是总有一天就会好的 就是觉得今天不行 明天就会成功 这种生活 书船过了七年 期间充满挣扎 因为工作不单不正当 而且收入也不稳定 我女儿幼稚园 幼稚园的时候 我就带她上学 今天老师问 如果给你写我的爸爸 你会写爸爸什么 我女儿就问我爸爸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当时我就觉得 原来自己的生活 不是影响自己的 现在那个女儿竟然这么简单 老师问 要她说我的爸爸 我女儿回来问我 我是说不出给她听 我是做什么职业 开始有一种回想 因为经历了几年 经历来去大上大落 原来发觉都是去回一个这样的境况 到了2000年 书船的三哥 邀请他参加一个基督教聚会 那个港元死囚 出了狱 也可以出来做传道人 我当时面对面 看着她的时候 觉得不可能 自己做那一行 你杀了人 还要杀了警察 为什么又不用坐牢 还要假释出狱 她又在台上说 她因为信了耶稣 我当时的心立刻 哇 这样也可以有机会重新做人 然后我自己在想 我说 那我也有机会吧 继续生活吧 很奇怪 有一晚睡睡觉 在墙上竟然看上去 看到十字架白色 小时候 于是乎祈祷 看着十字架祈祷 跟上帝认罪 我说我信你 我信耶稣 你有什么可以带我走这条路 虽然信了耶稣 也开始跟女儿回教会 但是为了生计 术船仍然未能离开以往的生活 直至04年 她为了获得美国旅游签证 可以陪女儿去视察升学的地方 和盗望已经移民的家人 就决定投身地产行业 由以前的生活性格 突然之间要到大公司 每天准时上班打卡 收工 很坚持 我的心真的感觉很难受 打胎 整个人改造了整个形象 很难很难 幸好我当时已经回了教会几年了 那我就不断去求耶稣给力量我 就是真的去很简单地祈祷 我说你让我坚持下去 让我坚持下去 于是乎自己知道我的目的 是希望拿到一个公司信 拿到全年的收入 就希望拿到个旅行签证 就坚持地提着自己 结果树船成功获得旅游签证 顺利成行 到06年 树船把女儿送到邦士顿留学 两年后 她亦获批可以移居美国 对于严不移民 树船一直犹疑不决 神有很多带领 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于我来说是难抉择的 因为刚刚有时 又要走 很记得我住沙田的 人人隧道那时候我跑步的 我其实一直跑步一直祈祷 都是为这件事 究竟我是未落实 是否真的走过来呢 说都不信 我跑步刚刚跑过城门河的隧道 刚刚有一条楼梯走下来 突然间有个女士 我刚刚跑到 是刚刚我的耳朵旁 她其实是跟人聊天 她竟然一到我的耳朵旁 她大声说 做父母就要为儿女 然后我跑过了 哇 哇醒了 然后再一跑上少少 我一望右边 就是杜峰山的十字架 很大的十字架 哇 哇醒了 真是 今天树旋在教会带领回众唱诗 当日树旋移居波士顿 很快就参加华人教会聚会 一年后更加受了洗 虽然移民初期 树旋因为从事餐饮业 不能够回教会 却没有拦了她认识神的心志 在上诺班的车程 书船会把握时间 努力学习 我姐姐家里有很多零售书 在她家里拿了很多本书籍 一天我会拿一本书 小的我可以整本书拿 如果大的 我就继续自己 一来一回 乘巴士和地铁的时候 看上半场的五版 下半场的五版 平均我差不多十三天看一本书 有时久一点十五天 我六年看了很多本零售书 书船没有忘记上帝 上帝也没有忘记他 在餐馆工作了四年之后 书船在异乡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做泰国餐馆的时候 当中遇到很多天使 那我的改变 其实是真的遇到这个弟兄 那他来到我餐馆 就打发时间 就做厨师 那他有一天跟我说 他说 喂 弟弟 你这么年轻 走来做这一行 我说 我说我不懂英文 你不懂英文 你星期几帮价 我说我星期二帮价 不懂英文就学 慢慢来 这么年轻 走来做这些工作 不行的 我说他在私家车 他在门口持住的 上车上车 车了我去 奥斯顿一间图书馆 这间图书馆 就是有英文会话 参加讨论群 对吧 星期二找这个老师 哇 真是有天使来 叫我读书 因为他 那我就开始觉得 我要转工了 我不应该再在这个局面 那我怎样可以转工 我想起我自己的老本行 那我于是会做一些研究 他说原来要考牌的 我很坚持去考 要读书 我十二点晚上回到来 拿着本书那次 我就想放弃了 给了钱回来就想放弃了 我现在没可能 洗濕了头 然后就查字典 我用了一个月时间去查 然后就去考 去考 每一次都去考 每次都肥瘤 肥肥肥肥了差不多 十六次 考了整三年都考不了 因为在那个过程里 你灰心到 灰心到差不多心裂了 旅战旅败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考到地产经纪牌照 在极失望的时候 想不到 上帝又为他预备另一位天使 有个弟兄姊妹打给我 他说你可不可以 给一个正在读大学的人 纽约的大学生 住三天两夜 在我家 他就因为要参加我们教会一些事部 我二话不说 好呀 那个星期五就来了我 那时候我就准备星期一 去考第十七次试 我很记得过去十六次 他经常在某一个阶段里面 他出四五题题目 我经常都打困难 不太好 他来到住 我记得十七二点 他冲完 然后我说 喂 阻礼你睡觉 我说 什么事 叔叔 你可不可以帮我翻译这个阶段 没问题 他逐版 逐版 他就像教书一样 我说 喂 我明白了 我就是那次合格 那种令我叹为观止 我的弟兄是来示奉神 如果我拒绝这个天使 我十七次都未必合格 去到那里 那么多次都不是我 我都不行 让我感受到 感谢主 就是每样东西都有很奇妙的安排 成功考到地产牌 接着就是找工 因为语言关系 术船选择去到中国人聚居的地区 希望可以找到适合的工作 那我就在那个区这样走 门口就连着某某地产 接着请人 那我就走进去 那我一走进去 就一打开门 就认识我现在的老板 你找工作就好啊 你是香港人 我也是啊 就在那里签约了 那他来到 那我们就大家聊 那我觉得他人真的很诚恨 那呢 就是我家里请了 成功转工之后 术船第一时间重新投入教会生活 但是当牧师邀请他参与 全福音工作的时候 他因为缺乏信心而推辞 直至他去探望一位旧同事 我有一个旧的女同事 那就是以前做餐馆的 她中了风 左边受损 那就要坐轮椅 我就常常去探望他 牧师就给了一本冲苗的书 我去和他做栽培 那牧师说 Jacky你记住要用那本书 用原笔啊 希望呢 将来不要弄花 又给到第二个 弟兄姊妹做栽培 去到辽宁苗楼下 推着轮椅 推推推推 我说我们又要上课了 我知道 我说其实一天 没有带原笔 因为那个笔盒拿回家 那他推了我进去那个饭堂 就那里了 那我就推到第二张桌 那一推 桌面的桌中心 有一支原笔 这么长 这么长 彩中心 即是会起鸡皮 哇 即是他面红了 即是那种感觉 哇 哇 不是说得少 耶稣在这儿 即是在这儿 这样跟他做完 我就落楼下 立即打给牧师 我决定参加三福一年 得到上帝对他的鼓励 树船开始积极传福音 其中一次 是同福音队 去探访他工作的地产公司 一打开对门 我现在的老板就搬迎我们 哦 原来你信耶稣参加了 这儿全教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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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竟然是 整个十几二十人 在公司为公司和老板祈祷 那现在自从Jack来到的时候 我就更加在教会这方面 他在买了 他的努力 他愿意参与的心 他的那个热成 是很容易有感现力的 他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基督徒 就是生命力是会影响旁边的人 都连带一起对于传福音 是有一份的热成 还有那份伟生 我没有能力 但是呢 我知道是主耶稣 因为钉十字架 流他的保血 捨免了我的罪 我能够可以有机会再起身 是神的恩典 重新做人 有很多人都做到的 但是我认罪悔改而重新 而我的终结不同的原因就是 我有永生盼望 这份盼望令书船勇敢开创明天 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 之前当他入读中学 要考入学史的时候 他又遇见天使 那又是遇着过西人的老师 很好人 他说你坐下考 考完出来 他说你不合格了 但是他说你真的差一点 你考多一次 两点又考 你又差一点 我给你多一个机会 你下个星期来考数学 我说数学 我说死定了 因为我以前因为数学 不得不读书 我女儿数学很聪明的 我打给她说你教我 补习 我要下个星期考试 我女儿跟我说什么 算了吧 老爸 你去祈祷吧 你去尋求神的旨意好过了 看看是否要你读书 他说 醒了 我真的要祈祷 完全不读了 祈祷 很舒服地去考 因为 神让我读就读 神让我读不读 我去考 公布出来 你合格了 你51分 这不是偶然的 是多一分的 我说不用想了 我说神你开路 我读书 2019年12月 我能够在那里毕业 有个毕业典礼 我邀请到我妈妈来看毕业典礼 她很开心 因为我以前在香港 中二都读不成 她拿了一张证书 证明我是美国中学毕业 天使上在左右 打开心愿望着宇宙 请你在奋斗 忘记背后 努力面对以后 天使上在左右 被爱是个理由 不想去放弃 却要有自由 有爱为你守候 是更加每张手 是关心身边所有 KA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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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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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被神徹底改变的黄树船 在事业和婚姻上都遇过挫折 荒荡和迷失过 但是上帝没有离开他 不断猜浅家人 基督徒 甚至陌生人 成为树船的天使 令他活出美丽精彩的人生 耶稣基督都在你身边 为你预备很多天使 希望你能够察觉得到 请你现在就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 与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成为你的天使 与你分享基督信仰 愿神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道你要天使上冷 阴天也很可爱 你要拍唱 人生总必在满色彩 或许你 渴望过被别人肯定 或许你 发现爱在六十九层在家庭 其生命要珍重旁人 一生别有恩情 福音可以透过电视电台 网络平台 送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 有那种马上觉得被爱的感觉 福音可以借着倾听关怀 聚会分享 滋润肝渴旁徨的心灵 我现在觉得自己有个盼望在 福音可以恩着你对恩与的讨告 支持和奉献 传扬得更广更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erever朋友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